那尤其是警察同仁又染疫 那些沒有好好做事情 應該要檢討 從這疫情開始 說 圍裡有問題有沒有 我們就要趕快請警政 協選 那剛才講到失聯的人 那也是警政協選 八大行業 讓這樣的東西能夠穩住 也是警察 口罩也是警察在抓 不戴口罩 也要警察抓 然後警察就這樣子 在裡面風險非常的高 連口罩都要警察抓 這應該自己要做好 那八大還在開 還要偷偷的開 對不對 我覺得這都是 加重我們整個社會的一個負擔 那尤其是警察同仁又染疫 那些沒有好好做事情 應該要檢討 好 謝謝 那今天我們有一個重大的政策要宣布 重大的政策要宣布 我們要把全國的三級警戒 延長到 6月14號 延長到6月14號 那因應要延長這個三級警戒 那教育部對於學生的相關的一個停課不停學的措施 有一些跟大家來說明 那我們是請教育部長 潘部長 謝謝 謝謝指揮官 那針對因應 疫情三級警戒 在延續 這部分 那麼考量到 所有全國學生以及 老師的這些防疫上的安全以及也降低整個對疫情的衝擊 所以我們 會將全國各級學校 含公私立幼兒園 停止到校上課改為居家 線上學習的時間 延長到6月14號 那這期間有關兒童照顧中心以及補習班 也要請學生停止前往在家學習 這個時間也同步延長到6月14號 那麼在延長居家學習的這個時間 家裡面有12歲以下的學童或身心障礙的子女 父母親 可以來請防疫照顧假 那在這部分 也要特別請我們相關企業 雇主能夠盡量的來支持 家中有12歲學童跟身心障礙子女的爸爸媽媽 可以來請防疫照顧假 來在這個過程當中 共同度過 學生在家以及學習上的 這樣的一個需要 再過兩天 那我們這次41萬劑的疫苗就會開打 那方向上面基本上還是要 這些風險 很高的這些 醫護的人員 運送的人員 還有防疫旅館 加強的防疫旅館 還有集中檢疫所 相關這些要把這一次的我們這個 防線守起來的相關的人員 還有警察的同仁 都會在我們控管施打的一個對象 那下個月 那下個月 這整個COVID-19 當然它都是分批到貨 因為都有一些相關期限的問題 那6月 我們預計會有200萬 會進來 那到了8月底 應該有一千萬劑 那我們也希望 各個這些供應的廠商 能夠 以這樣的一個時程 噪源來的時程 那能夠持續的來供應 那也在呼籲COVID-19的平台 也不要因為有其他的因素 而干擾了我們進貨的一個時程